在诞生的新人国小校门边有一棵八十多岁的老松树 硕形美丽姿态优雅是每一个新人师生以及校友的美好回忆 而这学期开始新人国小的老师们也决定要以松树作为小本课程 在今天趁着补上课的日子 学校举办松涛植树的活动 带着孩子种下八棵小松树 并且挂上祈福卡为松树也为自己祈福 今天是补班补课日淡选的新人国小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度过 一早在操场上举办松涛植树活动 从幼儿园到国小六年级的学童要种下八棵小松树 借此发展以松树为主轴的校本课程 让孩子们在学校期间都可以当一个园艺家 学习培土浇水以及照顾之后 感受松树逐渐茁壮的收获 就是很开心 因为有新的同学来 所以之后会不会好好照顾他 会 打算怎么照顾 就是有时候帮他浇水 如果有虫子的话帮他抓走 因为可以有新的同学 每天会帮他抓虫 有什么东西就会帮他拿开 就是希望那棵树我帮他浇水 我希望他可以赶快长大 不要生病 然后可以长很高 然后还可以活得很久 就是很开心 希望他可以长高 平平安安 学生们拿着花铲将一串串的土覆盖 按压紧学责后是胶水 还要将亲手写下的祝福小卡片挂上 给予亲手种下松树 期望与祝福 而这个植树树的活动其实是要凸显 并且呼应校门口八十多年的老树树 还有也要为往后的校门课程发展做准备 那我们学校最大的特色是有很多的老树 其中最代表性的是校门口有一棵七八十年的黑树 那我们今年度在编定校定课程的时候 那我们老师们共同讨论决定 要以这一棵黑树作为学校的课程主轴 以及学校的形象代表 那除了那棵黑树之外 那刚好那有一位住在十门的高福生先生 那他知道学校要发展黑树的课程 他种植了很多的黑树 那他知道学校是做教育用途 所以他非常大方捐赠了八棵黑树给学校 那我们把它种植在校园当中 一方面是植树的课程生命教育 二方面呢也是我们的校定课程 校本课程 让孩子亲手来栽种这八棵的松树 让这八棵的松树陪伴孩子一起学习成长 新人过校校们旁边的老松树型 有美是许多新人师生的回忆 因此这学期教师们也决意 就用松树发展校本课程 今天种下小松树作为孩子们的新同学 让他们看得到摸得到也照顾得到 随时关心照顾 就是要让松树带带传承 让每一个新人的孩子 心中都有一棵松树好朋友 新人松树 新人松树 只找到很寒淡水采访报道